中美南海显撞舰最新衣视频,曝光双方对话细节,今年9月底中共军舰曾在南中国海过分靠近,正在航行的美国驱逐舰差点造成两间相撞。 近日与该事件,有关的最新视频和音频资料曝光,包括中美军舰发生冲突。 时双方对话的细节广告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从英国国防部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事件,中中共军舰警告美军军舰趁你们正在危险航线上,如果不更改方向,你们将自行承担后果。 美军军舰则回答我们在进行无害航行其中一份视频资料。 周一鸣美国海军水手说,中共军舰在试图驱赶我们离开。 美国国防部10月2日说中共军舰过分靠近,在南中国海航行的美国驱逐舰差点造成撞击距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海军少校蒂姆·戈尔曼介绍9月30日。 美国驱逐舰迪凯特号,USS Decatur在南沙秦岛进行指,在捍卫自由航行原则的巡逻时,遭遇中共一艘驱逐舰过分靠近。 两舰一度只差41米的距离,几乎造成碰撞美舰,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避免碰撞。 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黄东分析,目前中美采用的是冷战形式的对抗,在无法开枪开炮的情况下,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双方都只好用这种危险的禁逼方式来对抗,而且是遇避遇禁遇危险这种方式使用的多时,早会出示美国政府一位匿名官员,说美国海军所进行的是立行和定期的航行自由巡逻, 正如美国过去所做的和未来将继续进行的那样。 路透社认为,这是美国为了抵抗中共,试图在南海战略水域限制航行自由,而采取的最新行动,上述事件导致中美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 自10月29日开始美国联合日本和加拿大在西太平洋继续举行利舰King Sword军事演习 这是在日本及周边地区举行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军演。 美军参加军演都有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及模拟空战,两栖登陆核弹大导弹防御等项目。 日本自卫队,出动47000名人员参与演习,占该国武装部队的五分之一。 美国第五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卡尔托马斯·卡尔托米斯,少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维持稳定并保持精力。 像利舰这样的演习,正是我们需执行的使命托马斯说,利舰演习展示了美国和日本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坚定承诺。 加拿大驻日本的国防武官,舰长Hugas-Kaniel在东京表示加拿大的参与, 使得往年的双边演习变成了多边演习。 然而加拿大并不是唯一在该地区发挥更大安全作用的西方国家, 随着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其对印度太平洋极其。 主要贸易路线的影响也在扩大英国和法国也在这一海域增加了战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韩国也会派遣观察员,观摩此次利舰军演。